大概也講一下 其實首先可能 有些同學要先習慣就是2010的操作環境 因為這邊上課的環境就是2010 那可能跟你們現在用的版本不太一樣 但是你們各位可能要事先習慣 為什麼 因為將來只要換新電腦 一定不會有2003 2003它不會再授權了 所以只有2010以後的版本 大部分都直接跳過2007直接用2010 所以你們來的話 你剛好把2010稍微學一下 這個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2010的新的版本 它的功能其實有它好用的地方 後續我想慢慢再來講解 那我們大概的上課的範圍主要是 第一個我剛剛提到的文字與資料函數 第二個邏輯函數 裡面用的最多就是這個1幅 而且1幅用的非常多 你要非常熟悉 再來的話是日期與時間函數 尤其是像那個 Date的函數 或Dateif這個函數 去計算時間之間的差異 比如說年月日怎麼樣去做這個時間的計算 那很多人不會計算 算不太出來 或者算公時 像Work Date 或者像Network Date 這個幾個 或者算時間 時間的計算 像是10分秒 其實也要分開計算 很多人也不會計算時間怎麼計算 都大部分都用圖法鏈剛來做 其實相當浪費時間 那另外還有像數學三角函數 這邊的話常用像Sum函數 不過Sum函數還有一些它的群組 比如說Some If 還可以 Some If 後面加一個If的話 就是什麼狀況底下才加總 就把If Sum跟If 綜合應用 那其實還有像Rong的 這個是四手入 然後它像比較常用像Count 計算 比如說計算幾個人 什麼樣的狀況 甚至Count也有Count If 就是加一個If 好像什麼Average Average平均嘛 這個我們常用 可是Average也有If 也可以加一個If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它用的其實相當的廣泛 那最重要就是說你學函數 因為函數太多了 200多個 甚至300多個 一直會增加 那我們要學的 並不是去實際它 而是你要了解它使用觀念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 怎麼去了解 你即使沒有用過這個函數 你也會很快上手 因為你懂得那個使用的觀念 觀念非常重要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參數的觀念 你給它什麼參數 它給你Return 回傳給你什麼樣的結果 就是你要的 好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 比較常用像尋找參照函數 這個是跟資料庫有點關係 查詢 比較常用 是